新北市政府与台湾微软共同宣布 启动新北市乐林城市开发大赛 号召各方城市开发好手 透过开发乐林面向的资通讯服务 建构高龄友善的环境 新北市政府为了打造高龄友善环境 近年来持续推动各项专案 近期又和台湾微软共同启动 乐林城市开发大赛 号召各方好手参加 我们好像觉得 是科技的发展是只有跟年轻人下一代结合在一起 事实上我们所有的市民 所有的民众都需要这些很多的科技的运用 尤其在城市运用在很多的长辈的生活 食衣住行娱乐上面是非常重要的 台湾微软长期致力于发展人工聚会 分享资讯技术给开发人员 这次希望透过大赛 带动社会数位转型和创新 协助新北市持续发展智慧城市 在这一次整个的针对是对我们乐林族群 我们希望能够开发出一些城市 那在这个开发城市的过程里面 微软公司提出来的就是我们对于 所有开发者的一个支持 不论是平台不论是最新科技的分享或者是开发的经验 这种种尤其是我们云端的平台都是想配合 新北这边对乐林族群的一个重视 活动从即日起到7月11号截止报名 出赛只需要提出参赛意愿 未来会市开发的雏形以及开发计划 挑选出食物组左右的团队 由微软协助提高作品的完成度 记者沈志永林景云新北市采访报道